第2集 他找金潭是想问问 两年前的那天为什么阻止司机离开 为什么说司机离开的话会有人遇害 在千警官的认知中 能准确预测犯人的行动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是像他一样受过专业训练 要么就是共犯 金潭没办法回答 千警官换了个问法 两年前的那天为什么没开枪 在被阻止前 他有很多机会 其实这个问题他也问过自己很多遍 为什么犹豫 为什么不开枪 他也没找到答案 可能是因为警察的枪是用来守护人民的 他没办法用来杀人 金潭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可千警官还没有 千警官就继续流浪 其实他不是单纯的在流浪 而是在寻找司机 千妹妹出事后 司机就消失了 他流浪的地方都是司机出现过的地方 说起来千妹妹的遇害还是警方的失误 当时DNA样本送错了 所以才会出现不一致的结果 可这件事真的是单纯的失误吗 千警官当了那么多年刑警 当了一次被害人家属后才明白 那些想报仇的人是一种怎样的心态 今晚 警方全体出动参加松河集团独生女的葬礼 白会长是当地最有名的财阀 女儿在不久前遇害 至今没找到尸体 听说是为婚夫干的 与此同时 街上出现一名白衣女子 浑身是血 怪吓人的 流浪汉们正聚在一起讲鬼故事 据说点着灯讲鬼故事会把冤魂掌来 千警官一点也不害怕 她是信奉科学的人 这时白衣女孩来到附近 千警官扭头一看差点 没给她吓死 另一边神父带领大家悼念白公主 天使面旁菩萨心肠 如此善良的姑娘 却消失了128天 白公主信奉上帝 神父说她是收到了神的旨意 去了天国 台下有人笑出声 她是负责该案的检察官 检察官在被害者的追悼会上笑 这是什么情况 追悼会很快地进入祷告环节 这时白衣女子出现 竟然是正在被追悼的白公主 所有人都惊呆了 她这是刚从地狱回来吗 金坛看着交会的标志 总觉得在哪里见过 脑海中又闪过一些画面 但她不确定那是自己的记忆 还是别人的 白公主遇害引起轰动 死而复生就更不用说了 绝对是爆炸新闻 金坛无意中入境 父亲看到后吓了一跳 她问金坛为什么会出现在那 有没有发生什么事 出现在那是警局的要求 至于士马倒是有一件 她问父亲去没去过交会 父亲的答案当然是没有 她这才放下心来 把刚才看到的画面当成了别人 她没有七岁之前的记忆 父亲说是因为发高烧 能活下来就已经是奇迹了 父亲不希望她参与白公主的案子 理由是有钱人是多 怕她吃亏 失而复得让白会长很激动 可白公主的眼神却让人心里一寒 白公主遇害案变成白公主失踪案 那么这么大一个乌龙 警方也很头疼 白色连衣裙被送去化验 上面有三个人的血迹 其中两个是最近四个月失踪的女性 另一个人的身份还没确认 金坛去找白公主了解情况 白公主目光呆滞有问必不答 她被长期监禁 估计是精神受到刺激 一时半会肯定问不出什么 临走前金坛愣了一下 白公主哼了一首歌 和当年司机吹的口哨是一个吊吊 难道是司机绑架了她 金坛总觉得那首歌很熟 好像在哪里听过 她自顾自地哼着 想唤起对这首歌的记忆 检察官突然出现 并告诉她歌名是通往天国的路 检察官就是在追悼会上笑出声的那个 她姓朱 是负责白公主一案的检察官 朱检给金坛一张名片 如果调查有什么进展 要及时向她汇报 金坛很好奇一件事 昨天在那种场合下为什么要笑 可她不承认 说金坛看错了 难道她早就知道白公主会回来 通往天国的路 这是教会的歌 难道司机就躲在教会 另一边 捡废纸的大爷被饭店老板欺负 大家找千警官说 千警官身为会长当然得管 他带大伙去那家饭店订了个团体餐 人不让进 说这是高级餐厅 衣冠不整 术不接待 千警官已经付过钱了 他理直气壮地带头进去 一帮人在这可尽消费可尽造 与此同时 金坛来到白公主失踪的地方 这里是源头 得了解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白公主和卫婚夫 大概是晚上八点十分来的 卫婚夫很正常 但白公主的表情有点奇怪 卫婚夫向她求婚 她看上去好像不太愿意 晚上九点五十分 卫婚夫去车上取东西 火灾就发生了 卫婚夫想去救人 但火势凶猛没救成 晚上十一点五十二分火被扑灭 但房子里却没人 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火灾发生前 白公主给妈妈发了条短信 我好害怕 总觉得拒绝求婚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 金坛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为什么要拒绝求婚呢 事件发生后 卫婚夫就入狱了 现在白公主没事 她就被放了出来 她口口声声说爱白公主 她爱得有点偏执 整天跟踪不说 还记录白公主的行踪 这种程度最让白公主害怕了 另一面 千警官一帮人吃完饭后开始闲聊 老奶奶是新来的 得做个自我介绍 千警官通过敏锐的观察力发现 她就是刚被释放的那个神偷奶奶 既然被发现 那就不装了 反正她已经金盆洗手 千警官让大家帮忙找个人 连环杀人犯司机 她又必须找到司机的理由 与此同时 金坛开始在房子周围查看 她怀疑白公主是自己跑的 可方圆石里连个路灯都没有 那天的气温是零下九度 一个女人没穿外套 没穿鞋 能跑到哪去呢 所以才会被定性为无事案 当时有人说白公主没死 可惜没人相信 那天朱简来到医院 白会长二话不说就上去抽她 就是因为她说白公主死 白会长才会举办葬礼 她没有解释 只是保证会抓到犯人 白会长很疼爱女儿 绝不容忍把女儿害成那样的人 和她在同一片天空下 朱简向她透露一个消息 白公主的衣服上有失踪者的血迹 但回来的只有她一个 白会长有事先走一步 朱简来到白公主身边 问她能活着回来的秘密是什么 虽然她没回话 但朱简知道她在听 与此同时 金坛去找千景观 算命的非要给她算一挂 结果却被铃铛震慑 一听金坛说铃铛是捡来的 算命的就更震惊了 无主铃铛一般都用来驱邪 就算是用过的 也会被巫婆深埋地底 金坛怎么会有这东西呢 她问金坛 有没有听过铃铛想 金坛摇了摇头 赶忙离开 另一面 金坛附近打开尘封已久的盒子 里面有两张画 是金坛小时候画的 当时金坛经常说 能听到铃铛的声音 她便带金坛去看医生 医生单刀直入 说金坛肯定受过什么刺激 她立刻抱着金坛就跑 盒子里还有个十字架 不正规的那种 与此同时 金坛终于找到千景观 原来千景观就是那个 说白公主没死的人 千景观可以告诉她为什么 但作为条件 她得说出两年前的秘密 无奈的金坛只好答应 千景观说出自己的判断 案件从一开始就错了 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动机 动机是什么 拒绝求婚吗 白公主大概是在案发六天前 才知道 未婚夫是有目的地接近自己 知道这件事后 她是什么心情吗 肯定很伤心 时之无畏 夜不能寐 但白公主却在当天下午 就和未婚夫去看音乐剧 第二天去了美容店 回来的路上买了三双高跟鞋 发现没 白公主和普通人受伤不一样 此时就该考虑一个问题了 白公主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做慈善的天使 天真的公主 都不是 真相就隐藏在现场 当时现场有一样 不该出现的东西 洗甲水 白公主一直在美容店 对指甲进行管理 没理由带着一瓶洗甲水 而洗甲水里有易燃物质 除此之外 从不喝高度酒的白公主那天 却带了一瓶高度酒 这样房间里就有两个易燃物质 只要让未婚夫离开一小会 就可以给妈妈发个短信 放把火烧了 这里只要她一跑 未婚夫就是犯人 但千算万算也没算 倒会被人盯上 她肯定在逃跑的路上被绑架了 所以才会失踪那么久 另一面 朱俭在白公主耳边说了句 差不多就行 别演得太过了 她到底是不是在演戏呢 和千警官推测的一样 那晚她跑了 可还没跑多远 就被人打晕 到底是谁盯上了她呢 千警官已经把该说的说了 接下来该金坛了 金坛说自己能遇见死亡 两年前 她看到司机杀了千妹妹 所以才会阻止司机离开 这要千警官怎么相信 她可是信奉科学的人 而且真有那种能力的话 为什么还得找她破白公主的案子 不是能看到吗 金坛不知道该怎么解释那种能力 不是她想用就能用的 她知道说出来没人信 所以才不想说 千警官对她的答案很失望 这时铃铛响了 金坛看到千警官对司机开了枪 她一脸惊慌地告诉千警官 记住 千万别开枪 消失两年的司机又回来了 与此同时 白公主突然惊醒 那晚的记忆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带走她的人 就是司机 另一边白公主衣服上 最后一个血迹的主人出来了 是金坛正在调查的失踪者 从衣服上的血迹来看 出血量很大 如果24小时内找不到人的话 就没救了 白公主背下的失去理智 像疯子一样往嘴里塞东西 白会长来到教堂 原来她和神父是一伙的 天国之门的事她有参与 从那时起 她就和神父是一条船上的人了 金坛还在警告千警官 千万千万不能开枪 因为一旦开枪 她也会死 她无法忍受自己杀了人 小神的孩子们第二集的故事 到此就结束了 司机满血归来 囚禁了白公主四个月之久 她没有白公主的命 究竟有何目的 天国之门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金坛的父亲又知道什么内幕呢 好了 就说到这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